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无名师回到他自己家里 这个真实的故事等会跟你来做分享 同时我们刚刚也说了 最近这趟的话题除了通灵之外 还有就是功夫对决 徐晓东即将来台湾 他即将和网络上的红人网红馆长 订阅机 但据说是卡关了 所以在节目特别邀请到格斗博士伴仲杰 他要帮我们拆解徐晓东声明大造的那一场巅峰对决 他和太极宗师蕾蕾的那场对决 为什么能够不到20秒就KO蕾蕾 另外一个消息是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诸葛亮据说病情恶化 最关键就这几天了 自然媒体员许盛梅 帮我们打听了第一手的讯息 同时在今天邀请到自然媒体员年长玉 他来告诉您 在诸葛亮生病之后 到底王采华世界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陷入罗生门 而在节目一开始 当然在今天这一趟的话题还是 通灵界大对决 江伯乐老师竟然下站铁 他说索菲亚欧白宫 不管是普度仪式 季改的仪式 我以前的公表怎么摆设 我自己从来都没注意到小细节 他们就会逼我一直回忆 奇迹季改样样通 因为协助拍摄通灵少女 让退休灵媒索菲亚一戏爆红 甚至自曝会退出 也是因为卷入宫庙斗争 被十二君女鬼夺命追杀 不可能 因为你跟他 就是他这辈子 他就是要借着你的肉体 来做一些功德 你的身体一定会出状况 看你最重视什么 灵媒也是相亲 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 怎么宫庙怎么运作 有不同的意见 但听在其他灵媒而理直言不可能 因为会通灵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神明降生 另一种就是直接通灵 他应该是属于第二种 真佛直接传达 传达那个事情告诉他 我们是看到有时候 来做一个欢迎 我是人 我不是神 索菲亚自认不是神的代言人 只是说出自己看到的 如今却因为看法不同 掀起灵媒大战 不仅遭命理师江伯乐 重炮痛批 到底懂不懂 甚至群起围剿 但索菲亚的通灵体质 可是经过科学认证 一般人我们像这样讲话 应该是被打波 他是他们实验以来 第一个就是全部都是他打波 以脑破变化 证明自己真的能通灵 看得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人红是非多 到底言论真实性有多少 恐怕还是性者很性 怎么知道谁胡说八道 我们不能临界问一下 到底想说的是今天想说的是假 没有很简单一个问题 就是说全台湾有史以来 你有看过哪一个宗教信仰里面 你拜祖谁是拜香菲的 你说鬼最喜欢吃香菲 最喜欢吃灰烬 最喜欢吃木炭 你看哪一间教堂里面 他会拿木炭 拿这些灰烬去拜神的 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古代那些都是拜三星拜祖国 阿公阿嬷阿祖爱吃什么 拜三星拜鱼拜肉 那这会不会是投射我们 在世的晚辈的习义 想说我们爸爸都爱吃这个 我去拜这个 你怎么知道我去拜我们爸爸 又烧麻将给他呢 对啊 麻将的确 那是我们的习义 但是不一定说已经往生者 他们就是要吃这个 还是爱吃这个 所以如果不相信 我可以提供一个地方 叫金山信天宫千万魂 人家细料 你们做公众也在虎精出来讲嘛 那你如果客人你就说客人 你如果是广东人就讲广东话 如果是湖南人就讲湖南腔 这个事情以前马牛啊 马牛他们是湖南人 马牛去千万魂也是签过啊 所以这个事情当然是有真的 后来大PK姐 来 童年阿伯 鬼要吃什么 鬼喔 其实不像人 鬼喔 什么都不用吃 你有看过他们吃东西吗 你不是有来自私的朋友 都跟我说 他都没吃东西 你像我们在拜拜 你说拜肉 虎 水果 拜完你看到不吃了 不吃了 这事实的因为 他是用手的不是用拼的 没有 我们人不了解 鬼到死人就不用吃东西 是啊 是啊 我跟你说 我说个故事的听 那个万华寺寺庙的洛鼻祖 我们车座 整个带来拜拜 我跟爸去逛十二年 有三年 经过女孩子内一库 钓在上面 不知道哪里会比较 比较水 就飞到两公里外去 人家哭哭哭哭 带我们走到两公里外 鼻子连在芦苇安 所以说家里面 所以我们桥下的鱸下 就会不再漏下去 大家地车座 后面会声音就晴上 你去忙地等下来 那屁股的 才来 三年 因此你孩子内一库 从此我跟爸说 小心一点 躲开内一库 鼻子回到两公里外去 你去那些看主寺廟 如果我们被开张寺庙 我小時候 要被我聽不懂 現在是在說什麼 你跟我們說鬼是吃什麼 鬼都要吃東西 要吃東西 鬼跟人家不一樣 我這邊有意見了 好 來來來 老師 我請問這個所謂的蔡老師通靈老師 你所謂通靈是通什麼靈 我不是 你看到鬼就叫通靈 還是說你通靈你可以算命 比如說你看到阿關 我現在問你 你通靈嘛 對不對 那阿關有幾個小孩 沒有 不要說我 不要說我 好 那我問你 許瑟明就坐在你旁邊 你說你通靈 那很簡單 我沒有通靈 沒有啦 阿高人 阿高人 高人和教官 你看他有幾個痴 因為高人和比較有可能 在外面有很多小孩 先不是通靈 我告訴你 我們說這個 這個陰陽眼 一個叫所謂神通 比如幾個月前 有一個師父 那你是陰陽眼還是神通 有一個師父來基金會找我 我不用講別的師父 我就講說 你就很簡單告訴我說 好 許瑟明有幾個小孩 對 那這個高人和教官有幾個小孩 你說通靈了 我跟你講真正通靈 不是用在這上面 好 那你就 你應該講說 你可以看到鬼就好 不是 我跟妳講 那個師父有個禮拜去那裡 說他會在那裡排毒 我說師父你先排新毒 你去大陸排毒回來就死 不是這樣講 回來用我去美國看我妹妹 我回來就死 回來一個多月就死 好 你說你是通靈 那很簡單的道理講 對 因為鬼沒吃東西 神沒吃東西 你不知道是怎麼吃東西 鬼怎麼吃東西 對 神明跟鬼魂就吸這個氣 對 譬如他仔細要吃豬腳的麵線 你買豬腳的麵線 就像你講的沒錯 如果今天一腳豬腳的麵線 放在這裡 對 昨天這鬼吃豬腳的麵線 減一塊之後 就嚇死人了 為什麼 這個鬼他生前吃什麼東西 他愛吃東西 他吸這個氣就夠了 神明也一樣 神明在拜水果的時候 神明是吸這個氣 所以你說你看到鬼魂 我相信你可能看到鬼魂 但你並沒有說通這樣的東西 所以說通靈我也認識非常多 好啦 沒關係 這個問題 反正 我告訴你 那五十二 五十二 我沒看到 無法查證 死了以後 你看我跟他現在相處了三年半 我做朋友這裡 晚上11點帶我去背影 跟電影四五點就走了 那個是你個人的故事 我現在就很簡單 高人的教官 有幾個小孩就好了 嘛 很簡單的事情 你托你了 我用命理來講 好不好 剛才有一點不能說出來 不能說嗎 好 那就想 好 那就想 我們就各自表述 第二個 你質疑索菲亞的事 到底有沒有鬼門開 鬼門關水解釋 索菲亞說沒有嘛 對啊 老師你為什麼認為一定有 我從事命理工作二十七 那不要講說怎麼樣 我常常在做千黃的動作 那如果今天沒有鬼門開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土教育 都會關 我們所有專家的教育 都會關 為什麼 都在七月做葡萄的時候 做敲燈 做完新建築 做敲燈的時候 不然這些教育在做什麼 不然 我們現在 信徒最多的就是一間 台港阿嬤嘛 正常說台港阿嬤 不然就叫原青標 原議員 原董事長 所以說他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七月 沒有敲燈 沒有葡萄 我們台港阿嬤 我們北港阿嬤要開什麼 就不要做了嘛 所以你認為確實有 七月一號鬼門開 慶鬼三十億 鬼門關 鬼門關 比較小的事情 到底有沒有很簡單 各位Google一下 基隆大門公 我們的農曆七月一號 會開鬼門 會有這個儀式 如果沒有 那家人大門公 現在也在做家的囉 好來來 阿伯有沒有 鬼喔 真正出來的時間是 晚上十一點到凌晨五點 就這個時間 我跟他們相處都 有沒有鬼門這件事 鬼門開 鬼門關 鬼門開那個鬼門關 那是我們一個道教的 這個形式 在佛教來講 七月份叫做超度 普度嘛 所以佛教把七月當作好業 我們道教是說 這個鬼門開 所以我們七月要祭拜 祭拜等 到底有沒有鬼門開 其實不是 其實真正他們出來 不用等開 每天晚上十一點到 零晨五點鐘的時間 我跟他們相處都這幾個小時 好 那我真的再補充一下 你看到的是這樣子 你看到香港的電影裡面 演這個鬼片的時候 通常多一天 咕咕咕 多一天之後 整個人說 啊 我要回去了 要幹嘛 我去睡覺休息了嘛 所以 我在看門 我在處理清房的過程裡面 幾一段呼吸 你睡幾點的 我們在金山寺書家說 早上 睡早上五點 會沒一點 那你就可以想像說 有些鬼睡早上五點 所有電影這樣演 那難道這電影也是演假 當然電影有可能 很多是 杜撰 甚至講的比較誇張一點 是 但是呢 陰陽對反 陰陽對反的意思是說 陽肝跟陰肝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的是 陽肩的一天 就是陰肩的一天 沒有所謂的什麼 佛教講的陽肩 陽肩的一天 就是天上的一天 等於幾年幾年 那些事情 那些人死一年後 變幾百萬歲 那些事情 好 所以江老師 你說鬼是幾點睡覺 鬼通常 就是鬼通常是睡 早上五點到下午一點 五點到下午一點 那我們在講人類 然後活動的時間呢 活動的時間你就知道嗎 活動的時間它是 其實它平常白天 大白天 早上它也可能不睡覺 它也可能會出來的 它也可能下午出來 所以它白天也會出來啊 當然會出來啊 下午一點以後也會出來啊 你看看嘛 我們人活著有沒有 晚上我們人 人類來睡幾點 所以晚上十二點 可能到早上六點七點 對不對 也有人上去幫忙不要睡 去拍拖子 去唱歌 來來來來 阿伯 沒有 你說鬼是 那鞠頭那個歐巴桑 鞠頭歐巴桑 鞠頭歐巴桑是什麼 我送那個歐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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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到鞠頭 那不是差不多幾個小時 那車你弄到旁邊 你不回來 一個歐巴桑說 那個歐巴桑 我叫我歐巴桑 那個歐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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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歐巴桑是鬼嗎 你說清楚 鬼 然後我抱過去 你在歐巴桑 射到一個鬼 那歐巴桑 歐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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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頭轉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歐巴桑 七孔 一個像生洞一樣 歐巴桑說 你有拍一張照片 我拍到 說我聽到 他14歲 駕駕駛 每天在空氣回來 半打米酒 找朋友回來喝酒 然後後來就打他 十千年前 打他 全是天理人山 把三百條 去鹽巴 在身上灑上鹽巴 他摸到的 駕駛滾 打 想不開 後來走到這個歐巴桑 這裡 那一上訴 訴上吊自殺 所以他老婆 是因為家暴 而上吊輕生 對 他叫我歐巴桑 他借酒 他買了 兩個歐巴桑 酒戒條 我跟歐巴桑相相處三年半 我跟歐巴桑相處三年半 那都當時出來 當時離開 11點 5點 11點到5點 就這個時間 所以你的講話 跟江老師不一樣 稍等我們這裡的PK 我們來問 蔡大哥 你是技工的機身 是 你有沒有處理過板櫃 什麼比較特別的案件 還是比較特別的事情 聽說你處理過最記首的惡靈事件 好 這就是在這個 我們今年的時候 有 師傅在辦事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 這個 二十幾歲 都二十幾歲的朋友 他們帶去 汽車旅館風扒 結果去 入裡面之後 一個女兒 入裡面之後 他們帶他們去的女兒 坐在那裡 看著那個女兒走一遍之後 那個電影就這樣 死了發了 死了發了 就會感覺茫茫的 你就在開烘帕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燈光一閃一閃 對 在那個汽車旅館裡面 汽車旅館裡頭就這樣 那個女兒 前幾歲之後 就開始坐著 開始就一直打在那裡 一直打 對心肝 對 旁邊的人就自己看說 奇怪怎麼會這樣 要一顆這樣來看 不對 趕緊的 這個人 要把他帶出去 帶出去 那間房間之後 一帶出去而已 那個女兒 是倒在 像這樣倒在肚子 是倒下 倒下 他把他放開 又起來 他重倒在肚子 重倒在肚子 重倒在肚子 他還要把他帶出來 要把他帶出來之後 要把他帶去車上 帶去車上 那個時候 那個女兒就開始 開始叫 開始叫 這樣就對了 要把他們朋友看了 這樣不對 這樣不行 要把他帶去公的 車廂 搬 他要把他帶去公的路 這個女兒就像台地的聲 你知道嗎 台地的聲 我們還聽不懂 他要吃過豬肉 我們還看過台地 台地好像是騎騎騎騎 路邊的人就看到 這怎麼這樣騎騎騎 四個女兒 抓這個女兒 差不多百五公分 三比八 抓不太會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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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帶到公的時 那時候師傅在辦書 是 師傅說 好 你稍等一下 這個辦完之後 才來處理你的事 要抓一下 他讓他坐在旁邊 結果辦完之後 換師傅 要辦他的 這支客信 拿起來 要把它處理而已 那個女兒 把他秤起來 用槍的 用要對我 我在二樓嘛 我們在二樓在辦書 他要對二樓 要跳到我們的樓下 那時候 下三文字字 讓我們裡面的人 師傅在那裡 腳上抓到 抓到 抓到 沒有這東西 這東西大條 結果要 那太太哥那個時候 濟公師傅 已經上你的身了嗎 對啊 已經上你的身了 對啊 那時候就是 要讓師傅跟他說 說有什麼事情 用說的就好 這位小孩教你 無緣無收 你不能這樣騎 要教 負財 他身上的 這位 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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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貓 對 要是師傅 準備一些 經營財 製造 他 就是要祝福給你 請你 不要 別跟這個女兒 不要 算是不要去 不要去 就對了 是 要這樣處理之後 結束久了 這個女兒 趁起來之後 我自己都不敢回家 我告訴你不要緊 剛才已經處理了 你放心 你做得 那個二零離開了嗎 離開了嗎 離開了 所以人和有時候 我們也不能替 是啊 你說沒有這種事 聽起來 原本書是有 你說有 我們又看不見 我自己碰到一件 我碰到很多件 都沒辦法解釋 我自己處理一件 有一個民國82年 松江路一間 潤勤西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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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火過 失火過 三十幾個人 那時候 我在那個地方 民權一拍的時候 人家做關控 好 我們來回憶一下 這就是當時非常轟動的 潤勤西餐廳打火事件 對 就是這個現場 這是你處理的嗎 我們全部整個拍手都處理 跳下來的都沒死 在裡面的都死 離開跳來都沒死 那是死多少人 三十幾個嘛 三十三個 三十三個 但是當中裡面 有四五個找不到新聞 沒有身分證 現在是有手機行動電話 方便找人 方便聯絡任何事情 你有通訊軟體可以追蹤 以前只有一個東西 叫做BB Coal 呼叫器 都沒有 甚至於還沒有呼叫器 那我們那時候其他 有主的 有主委有新聞情找到的 趕快通知家屬來任你回去 找不到的怎麼辦 先冰存第一冰儀館 那找不到的屍體裡面 我們要把它製作無名屍 無名屍的時候 要把它衣服通通卸下來 拍照 他的衣服衣著 那其中有一具男屍 這具我印象很親密 那個男屍 因為裡面都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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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都不太太太 都不太太太 那屁股 那屁股大半的 寬板的 一拉出來皮帶裡面 裡面還有一個拉鍊 那屁股裡面又掛一個拉鍊 還有以前的屁股特製的 裡面有一個拉鍊 可以藏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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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帶旁邊有一個電話 那個皮帶行的電話 皮帶製造那個皮帶行的電話 是 因為全身上下都沒有 他穿短袖嘛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我們同事 我們學長先辦這個 這個無名師的時候 他先打這個電話過去 打過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整個派所很忙 都聯絡趕快找這個 這個死者的家屬 然後我就趕快 學長說人了快點 你這次的電話 你趕快聯繫 我就牽牽牽 我就問皮帶 做皮帶那個公司 我說請問你們這是在哪裡 他說我們家義 家義 你這皮帶是自己做的 還是去批發過來的 這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說你們做的 你們外流的對象 就是說你們有批發給別人 還是都是 你們流向都到哪裡 他說沒有沒有 這都是我們自己的財政務的 比較多 我們這樣的批發出去 都是我們手工做的 所工作的 我就說 你不知道有方便來台北一趟嗎 因為我們台北發生一間火災案 裡面有一個死者 下這條皮帶 人看看是不是他人家 他說 我們這裡一個老闆 他們一堆老闆 一堆老闆 他們就找他們兒子 沒有你這樣 因為他們沒有電話 你把警察叫給電話 給我 我趕快通知他們 這樣就對了 他說 家義那個地方 他們的鎮頭卡住 要廣播 說 沒有人沒有人的電話 要去他們 你只能說 所以我就把辦公室的電話 留給他 留給他之後 然後他媽媽打電話 來我們值班街道 街道之後很忙 每天都很忙 電話腳不停 電話路來 直接來我直接 我說 這個 你要找哪一位 他說我找高先生 我說你什麼事 他說我工業 我幫你請教一個問題 那天你有抗肥肩行 有肥肩行 肥肩行 來我們家跟我說 你們台北有發生一個 火災的案件 不知道 有找到我們兒子嗎 我說你兒子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 你兒子還有什麼名字 我就把你兒子的名字 登記下來 所有年級字都先登記下來 我說什麼原因 我說你不知道有方便 去台北走一走 因為以前沒有行動電話 一拍照說 賴傳給你照片 沒有 必須要上來台北 因為他姐姐 他上面有三個姐姐 兩個妹妹 下面有兩個妹妹 五個女生 一個男生 他們家六個兄弟姐妹 他是五個兒子 他說 他跟他爸爸 他慶悟的時候 跟他爸爸熟悉 他爸爸叫他 跟他家裡走 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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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要 他說要跟朋友 跟他打招呼 熟悉後很生氣 爸爸很不厲害 人家屁股也不好 要去找你去找你去 然後他媽媽就 偷偷的 跑到文化路夜市 去買三個 買三個 買三個 買餵 那個屁股是特別 做特製的 特製的 就是屁股拉鏈 他說 台北人比較危險 你錢要賺好 不要這樣 政府人這樣說 他就這樣講 他就這樣講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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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有方便 站不住 他說 他說 我叫誰 因為一個折騰 Gab 所以他另外的妹妹就登報巡人啟示 有登報 巡人啟示 因為都沒回去了 也沒卡電話回去了 以前他卡電話 因為他在台北 這個男生就退後起來 在台北酒店上班當少爺 以前還會打電話偶爾打回去 但是他後來日月顛倒 他晚上上班 人家說是八九點七八點就睡了 三四點四五點就起床了 所以他後來一段時間就都沒有打電話回家了 沒有打電話回家的時候 他姐姐登巡人啟示 也都沒有聯絡了 因為沒行動電話 沒啤酒 都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的時候 他媽媽就說 報警告他一間廟 廟裡 林媒 那不是勞門訓 我們不知道他死亡 林媒一站這樣說 你這個孩子沒了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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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聽到說沒了 意思是什麼 他說沒了 他說不可能 為這個事情他一直放在心裡 那個忐忑不安 他說 我就說你站在台北人不知道有方便 沒有這樣 他說那不是啦 那不可能啦 我們兒子不可能的 消息一下就不可能啦 那也是站 他上來帶他到第一殯儀館 我們不可能直接讓他看實體嘛 一定先讓他看照片的衣服 皮帶 他一看到那條皮帶 面塞在上面 這個皮帶就他做給他啦 所以林媒說的是真的 林媒說的 他真的不在了 然後那個皮帶就是他幫他做給那個 沒有 那個文明師找不到啊 你找不到之後他就是台北市的規定 找不到你公告一段時間 砰 就把你帶帶起來了 所以就是透過這個林媒而讓我們 他問完林媒之後不到一個禮拜 我電話打給他 所以這個我很難解釋 很難解釋 我可以不同意這樣 所以神鬼之說 真正的林媒 古早叫做砰人儀 砰人儀就是我們人死後 砰人儀 就是我們人死後 將要斷竊的那一刹那 附身在昊儀的心胸 講你的事情 所以 昊儀的意思 比如說古早昊儀跟關落陰 或是劍王不一樣 砰人儀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個砰人儀的這個 砰人儀跟砰夢魂跟關落陰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砰人儀的意思是說 這個林媒本身躺在床上 那叫鬼魂上身 所以他呈現的語言是 他要捨得那一刻的 第一個 形態 語言跟那個狀態 那關落陰是人 法師用吹魂引咒 引臉的魂到陰間去 但關落陰的成功距離比較少 關落陰的成功距離大概十個 大概只有一個到兩個會成功 但千亡魂就不一樣 他是帶你到地府去 到地府去 所以那個是比較困難 比較難成功的 但千亡魂不一樣 真正厲害的千亡魂 其實程度又比砰人儀的 我關你一支 真正的千亡魂是 聲明附在機身的身上 不會急性的行凶 整個就像這個聲明 跟急性的行凶 重複主了一次 除了命案不能講 什麼都可以講 就人家已經放在哪裡 還是說你現在 錢還在三十八年 除了什麼不能講 命案不能講 命案不能講 你被誰殺死的 那人家怎麼砍你的 怎麼殺你 這不能講 為什麼 因為 可以找雄秀啊 好 但是 這個是靈媒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曾經發生 我自己前生經驗的 就是 中藝的角頭 他被控台襲 結果中藝的角頭被殺死之後 另外 家屬就被殺這個家屬 去牽網文 那牽網文之後呢 找兇手 對 因為 當初說客人了 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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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家拖錄音 那錄完音之後呢 他把這個呈堂證物 拿到 士林 士林檢查署 說 這客人了 客人了 我兒子是誰 台 台幾道 阿拉斯 阿拉斯 都說他情情做做 慘了 檢察官 法院通知 林媒 紀深 要到法院作證 結果好死不死 另外一幫的黑道也知道這事情 他說沒有人 你如果去找我住 我給你死 當時要怎樣 結果 所以有貨上身 對 所以你看 神明就算多厲害 那是男道前面 可以對他講的既心 結果對他講說 抱歉 你快走 帶那個三個保鏢 阿伯兩國去走路 既心跟神明走路 給農門 因為農門了 所以說我給你死 所以他要先走 結果法院 當然後來抓到 抓到這個命案的兇手 那是真的 就是他說的那個人嗎 對 他就是那個人 他說這種事情很玄 所以神鬼之說 有的時候我們經常說 敬鬼神而遠之 但也有人說 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就觀眾朋友自己去判斷 就一定要來看 讓我們來看 我們沒有 是不是 是 給我們